自古以来都有父子如仇人的说法,在儿子不断成长的过程中,其实也是在不断挑战父亲权威的过程。 当儿子真正了解父亲的普通时,很多父亲早已经垂垂老以后去世,俗语说无怨不成夫妇,无仇不成父子,说得很现实,但无怨不成夫妇,怎讲你知道吗? 祸不忘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,就在国学子弟般欢迎订阅。 无仇不成父子,相信看过《西游记》和《风神榜》的人,一定会知道李靖和哪吒父子之间的故事,由于哪吒生性顽皮,且惹是生非。 所以他的父亲李靖非常不喜欢哪吒,无论哪吒做任何事情都横挑鼻子竖挑眼,这就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,再加上哪吒因为贪玩,杀了东海龙王三太子,这样就要出现灭门之灾,在这种紧要关头,李靖不仅没有帮助哪吒, 反而要让哪吒自己承担罪过,圣性倔强的哪吒以割骨还父,割肉还母的方式,结束了他们这一世的父子关系。 父子之间总是会存在很多矛盾,甚至是仇恨,如果没有仇恨的话就不是父子,都说父爱如山,为何民间有无仇不成父子的说法呢? 这样的说法又有没有道理呢? 古时候的人因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,都非常相信因果轮回,他们觉得如果前世谁欠了谁的,那这辈子就一定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? 仇又与仇,谐音,与其说是无仇不成父子,不如说是无仇不成父子。 毕竟为人父者,哪个不会为子女操劳一辈子,每天都要担心孩子的起居饮食,还要担心他会不会被人欺负,养一个儿子要发愁的事情很多,所以才会所无仇不成父子。 第二种说法,与中国文化有关,儿子是父亲上辈子的冤家。 因为咱们国家是在封建社会,是典型的父系社会,父为七刚,父为子刚,存在着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,对于儿子的渴求是毋庸置疑的。 而现实生活中,多数父亲都比较严肃,严格要求子女的学习和人品,因此,很多父子关系通常都并不太好,尤其是在男孩子年幼的时候,父亲通常对他们都会管得比较严,而且在教育孩子时父亲也通常都是唱红脸。 在家庭中,儿子要多父亲服从,即使其有过错,也不能直接顶撞,处于叛逆期的男生,都有逆反心理。 越是对他严格,叛逆心理越强,不理解家长的良苦用心,甚至把父亲当成仇人,内心对他抱怨和痛恨。 父子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之一,父亲也常常是儿子心中的楷模,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,无论是有仇还是没有仇,在互相关心的关系下,都需要花费时间和力气去处理这些矛盾。 比如有时候,孩子会为了自己的事情,而和父亲产生矛盾,比如在选专业的时候,孩子可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,但是父亲可能会觉得这个专业没有前景。 所以建议孩子选别的专业,孩子可能会不同意父亲的建议,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激化,然而在乎对方,才会为对方的前途着想,才会有不同意见的意见交流。 尊重他,倾听儿子讲话,父子间相处,要遵从当家人决断的原则,父亲是家庭前妻的当家人,儿子是后来的接班人,两者之间必须达成这种默契,不然的话,造成大权旁落,或者形成无主之家,就会给家庭带来诸多隐患,父子同心,其力断金,两者只有形成合力,才能力保家庭和睦安宁。 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,最新的研究发现,由父亲提供的情感支持,能够有效减少子女内化问题的出现,父亲的情感支持水平,甚至还能影响母亲对子女的情感支持水平,减轻母亲抑郁代际传递,带给子女的消极影响。 这意味着父亲情感支持可能存在重要的特殊作用,传统上我们会认为,母亲是个体成长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,由于接触时间多,对个体成长的影响较大,相较之下,父亲与子女接触时间较少,因此我们容易忽略父亲的积极作用,现实的情况也可能阻碍了我们对父亲的积极作用的研究。 我国却有80%的父亲认为自己没时间与子女相处,有的父亲甚至直接退出了家庭教育,形成了一种父亲缺位的现象,这一现象可能让我们更多的关注父爱缺失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,而很少去关注父亲情感支持可能的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。 与另一半建立教养的共识,婚姻中的父母角色和子女教养是夫妻共同面对的重要责任,通过建立共同的教养价值观,积极沟通和合作,平衡家庭和职业责任,了解性别差异和关注心理健康。 夫妻可以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环境,为子女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支持和指导,同时,他们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发展,建立更加坚固和充实的婚姻关系,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家庭创造一个幸福和谐和充满爱的环境。 做好一个榜样,在父亲抚养管教儿子方面,主要问题不是出自于责任心,而是在于方法和尺度的把握上,比如儿子过分顽劣,我们要动用家法惩戒他,以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现在的孩子起码能意识到涉嫌家暴。 他认为我们这样对他合情合理就会心存忌惮,他知道我们这样做不对时就会心生怨恨,管教孩子该把握什么样的尺度,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父亲。 言传身教完全失效的情况下,确实左右为难,管得过分严苛,害怕给孩子造成心理问题,太放纵他,担心将来误入歧途。 无怨不成夫妇。 怨字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原字,在茫茫人海中相遇,这种缘分很抽象,但有时候也很实在,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男女,因缘分走到一起,并结为夫妻,是一种莫大的缘分。 俗话说,前世五百次的回眸,换来今生擦肩而过,茫茫人海,擦肩而过,已实属不易,相识相知难上加难,成为夫妻更应该好好珍惜。 无人不希望家庭幸福和睦,丈夫和妻子举暗其眉,抗礼情深,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 古代有种说法,是关于佛教的因果轮回,人们认为上辈子有仇或者怨的人,下辈子才会纠缠不休,要么结为父子,要么结为夫妻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。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,故事中讲的是一对男女的事情,女子很喜欢男子,但是却不能和他厮守终身。 而且还不愿意度入轮回当中,为此还去佛前苦苦哀求,女子在佛前求了五百年后,终于换来一次和男子说一句话的机会。 但是尽管如此,女子还是十分开心,于是女子就用五百年的时间只换来了一句话的时光,此后女子又继续在佛前苦苦等候,女子一等又是五百年。 而这一次,她也终于等来了与男子拥抱的机会,后来佛祖被女子的前程所感动,问女子愿不愿意继续等五百年,下一次就可以和男子结为夫妻。 女子的回答让佛祖十分意外,没想到女子苦苦哀求了一年前以后。 最终拒绝了佛祖的要求。 女子回答道,自己和男子本身就没有缘分,如今和他拥抱过后已经满足,更何况男子还有妻子,佛祖听完女子的话以后,欣慰地笑了。 因为佛祖知道,此时此刻有另外一个男子,也在佛前苦苦等了他两千年了,愿何缘你谐音,与其说是无缘不成夫妻,还不如说是无缘不成夫妻,夫妻是要相伴一生的人,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怨恨呢? 如果是有怨恨的一对夫妻,完全就是心理和身体的两重折磨,完全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。 无人不希望家庭幸福和睦,丈夫和妻子举暗其眉,抗力情深,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,但是现实却非常扎心,当爱情慢慢变为亲情,以前的你浓我浓逐渐被柴米油盐消磨,矛盾和争吵日益增多,伴嘴的情况事有发生,哪怕因为一些小事,也有可能造成夫妻感情的淡薄,对彼此产生怨恨。 唐代女诗人李也,写过一首特别经典的诗,至近至远东西,至深至浅清晰,至高至明日月,至亲至书夫妻,夫妻可以是世上最亲密的爱人,也可以是世上关系最疏远的仇人。 就看如何相处,正所谓,爱有多深,恨就有多深,偶尔的争吵不可怕,最怕冰冷的沉默,要学会包容对方的缺点,欣赏彼此的优点,即使有些埋怨和过错,也不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。 在相敬如宾的夫妻,面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,都会产生矛盾,这是生活的特性所导致的,现在的很多年轻人,在结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,都会选择离婚,往往发现,接受不了另一半对待生活的态度,但是,当他再次成家的时候,他会发现,这是避免不了的,家庭生活中需要的是,理解体谅。 而不是肆意的埋怨与指责,两个人在一起互相适应,互相磨合,才是生活的关键,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气头上,两个人就选择离婚,那么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后悔,让两个本来可以长久的人,却最终分散。 俗语的根基深植于沃土,所以就会带有一种比较通俗的韵味,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百姓,几乎人人都能说几句俗语,无怨不成夫妇,无仇不成父子,虽然是一种比较主义, 有关的迷信思想,但是这倒出了现实生活中夫妻父子之间的关系,或不忘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班,欢迎订阅。